疲勞駕駛跟酒駕都很危险 一样会害人害己 北市士林区中医街 昨天凌晨发生车祸 照货轿车左前轮爆胎变形 42岁郑姓驾驶说 这几天都没睡好 开车路上睡着 警方事后对他酒侧 没测出酒精反应 路边酒辆汽机车遭殃 肇事驾驶说虽然现在没工作 但绝对会赔偿 幸好无人伤亡 是不幸中的大幸 东新闻小心驾驶报道